在本地大法师里面是根本 你不能写笔记 也不会让你问这样的问题 你只能小餐的时候谈你小餐的实际经验 其实是好的 因为那专修的时候不是要你去 因为你这样一来就妄想不断了 不是让你去分析 去比较什么什么 在这个教理上去推行 不过终于我碰到温中坤文老师 我们谈完之后的确 还有一本书我这边有提的叫《两条路》 这是一个泰国的禅师 他是有所谓的直路跟弯路 他也认为直接修批佛舍罗是直路 而先要修圣摩陀 有了禅定的这个论词以后 再修批佛舍罗叫做弯路 而在诚实论里头 我把它引来了 也的确有这样的说法 而诚实论跟其他论不同的地方 他是说最起码你能一预界定 就可以得胜道 其他论多半说要在禁分地 也就是要到味道地定 这一份资料我还没找到 就是60年代末期 60年代末期马哈西尊者还在 但是这位恰密禅师的英文非常好 也就是有这么一本杂志叫做世界佛教 这个斯利兰卡的这些学者 也质疑这么一个问题 恰密禅师有所回应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看到第二页那边 什么叫做干观者 当然像这个清静道论大书超 好像还没有中一本 就指称者依奢魔陀而修观 观称者不依奢魔陀 所以说他为纯观者 就是什么 他没有得到奢魔陀定的润滑 这是叫做干 不杂修奢魔陀那就是叫做纯 有下面三种情况 这边我就不再多说了 不过我为什么会提出来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就不用 走这个冤枉路 我帮你把这些都找出来了 这个论文就是这位温中坤 他是在澳洲的 昆斯兰大学的博士候选人 这就是他的博士论文 来提这一段 那的确在现在在缅甸的佛教里面 也是互相有一些争论的 就是这个纯观者跟这个称人 先修子再修观是有所争论的 好 我赶快进入我的主题了 我主要想要探讨的是 如何在圣教中无该称 不论南北传乃至各宗派 都能平等润恰互相随顺 非如意道 下面里面我就简单说 大圣非佛说这句话 我是在读佛学院的时候就听到了 甚至于现在有人说 只有阿含经是真实的 其他都是假的 有这样的话 以佛学院最多 那么在台湾的佛教界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一些初出家 或者对佛法认识不深的人 听了这样的话就会回大向小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 不过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跟我过去发行有关系的 是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大圣非佛说 听到这句话非常的不舒服 那这个称字呢 巴黎文也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借以到达目的地的一种交通工具 就像车子 我们有时候直接翻就是车 那大圣跟小圣的不同呢 就是小车子能载的人少吗 大车子载的多吗 就是这个差别 所以不管小圣也好 大圣也好 使你能够出离三界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涅槃嘛 能让我们到涅槃那里的人呢 能动能出就称之为称 那龙苏菩萨也有解释 韩荣大 苏圣大 是吧 龙苏菩萨也谈到 在大支部论里面谈到说 佛为什么要说摩赫波尔伯的秘境 当然我们也可以于天台中的叛教来说 主要是因为佛在阿含经里头 针对当时的当机众呢 没有说得无上菩提的方法 也就是说没有说成佛的法门 所以大圣呢 除了说运载的人多之外 主要是什么 能带到你到什么 到佛国 到无上菩提那里 那无上菩提也就是所谓的无助涅槃 你虽然正了涅槃 但因为你有悲心 所以无助涅槃 而什么 而能够在世间呢 涌入轮回救度众生 小乘呢 一般依他们的讲法 或者依这个皮婆沙 阿比达摩的讲法呢 就是到无余涅槃那里 也就是所谓的灰身敏智 永远的就是不生不灭了 不会再出现了 断绝后有 而他呢 并不能承担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救度众生 注射佛法的一个工作 当然呢 他在世的时候不是不度众生 但是呢 他一入涅槃 就永远休息了 甚至于呢 很多的一些 这些燕离心很重的这些 声闻圣人呢 他实在就是 少事少业少希望诸 他的燕离心太强了 所以他只能在佛陀的 一齐佛法中呢 度众生 而到了无佛的时候呢 他并不能呢 为众生点起佛法的明灯 这他能度众生的时间 相对于佛前佛后 这段无佛的时间呢 那是很短暂的一寸 而小乘他们度众生 也顶多是让你到无余年盼里去 不能让你得无上菩提 所以呢 韩荣大还是什么 殊胜大 大胜的确是超过了他 我这次也被呵斥到说 你不要说小乘嘛 小乘有贬斥的意思 我同意 我同意 但我心里头没有贬斥的意思 是很如实 不过有一类人呢 就是我下面有谈到 自以为我们是圆顿的根基呢 而看不起这样一个共三秤的根本秤的法呢 那是不对的 好像我们一下手就是空啊 我最近也碰到这位大德 就在我们这里 那不得了 我一个学生陪我一起见他了 一切都是缘起啊 一切都是空啊 那个杯子都 快被他打烂了 他说随时随地都是空啊 那个就是我们学习经论学多了 老实讲那是嘴巴痞啊 心里头的烦恼一点都没空 我们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大小胜的差别呢 当然在智慧上也有差别 但最主要是大悲心跟无上菩提心 八心上 所以下面那个黑字的部分我就不念了 他的福字句少 他的住词也少 他只是为自己得涅槃 所以他在世住试的时间 十节亦少 他所要想要得涅槃的时间 最快三生最慢六十节 而我们呢 我们讲说三大阿森七节 那不是说 不是说你挨到这个时间呢 是要有这样的功德 乃至于龙叔夫他强调是什么 无量阿神七节 因为他不是成了佛就休息了 他还是继续的 所以呢 大圣是为利他故 八心教授情方便皆为利他故 所以他住词亦多 福字句大故 十节亦多 尽三大阿森七节故 所以这样子呢 我只强调我们呢 菩萨因大悲故不得自在 他看到众生的不圆满呢 就有如看到自己的不圆满一样 所以他会设身处地地为众生着想 以种种的方便 我记得我在讲大悲法门的时候 隐喻缺实地论有十二种方便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方便是什么 般若传 一定要有般若伯罗蜜的方便 来契合众生的根基呢 所以才开言出种种种种的法门 求无上菩提的菩萨呢 为了广度众生呢 他需要福慧之良 单单智慧是不够的 福德也要有 所以呢 他生于人间 甚至于看佛的本身谈呢 也有到三个道里头去的 长时期在这样一个最辛苦 最危险的三界里流转生死 自得大使说流祸润身 所以呢 虽然受了很多苦呢 这是菩萨伟大的地方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小乘行者的 这种倾向于厌离治了呢 相对于大乘的 愿离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的大乘行刑呢 是很如是可以称之为小的 但下面就是问题了 从这个智德大师 或者是贤手中的叛教 小史中顿园 藏通别园 这样叛教以后呢 我们多数中国佛教的学者呢 都认为自己是圆顿的根基 一下手 那不是法炎经 那就是法华经 其实你看当机众是谁 多数是为登地以上的菩萨说的 乃至于为像波尔经的当机众 须菩提尊者 舍利佛尊者 那都是大阿罗汉 所以人家批评我们汉传佛教 修行没有道次第 那不是佛法的问题 欲学实力论就是清清楚楚的道次第 我们讲修所成地 就是清清楚楚的道次第 实在是人的问题 我下面也谈到 为什么欲学实力论 这一千多年来 没有人弘扬 也没有人一直修行 我心里头有答案 但我还在求证 为什么会这样 很奇怪 很奇怪 所以我们自认为是菩萨 但是根本的行词 调拨烦恼那些并不具备 就极贤 声闻佛法为小乘 那是用极贤的态度 不是如实的 甚至于看不起二称的圣者 我称舍利佛尊者 虚伍利尊者 一般人好像就是 后面的号就闪了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法云佛学院有一点不同 就是我们在念供的时候 有供养阿罗汉 你既然是大乘佛法 相信的法华经 他们在涅凡化成 他也要发无上菩提心的 我们他是圣人 我们应该供养他 是不是 大家孙子还没入灭 是不是 这些事情就是仅供参考 那就知道我们怎么回事 我们其实这边有讲 在遇邪实力论 在这个波尔经里面 都有赞叹阿罗汉的 但是我们就比较少 所以要是约这个休息 只观思念住调谱反倒的根本形式来说 我们这些反腐应该称之为 三称共法的根本称 这个我讲课是有强调过 所以过去非常遗憾 这样好的一个法门 在这上座部的法门中 还是保留的 像这个泰国的这个北部的这些森林道场 阿江长 阿江曼 佛士比丘 来自于缅甸是保留的非常完整 而我们却因为老实说这是小城 这是小根基的人修的法 而去忽略它 障碍了很多人修学圣道的机会 是非常可惜 事实上个人根基不同 你也可以依阿罕经 依清静道德来修 你也可以依这个摩赫波尔光的秘经 乃至于金刚经 我们有位同学 我也丢这个题目给他 要他把金刚经里面的四念柱写出来 你们大家回去都可以去做做这个题目 去看看哪些是约深 哪些是约色 约约深 哪些约瘦 哪些约心 哪些约法 那位同学做得非常好 也是班上 今天也在这里 他有做过这样子 他的不同在哪里 他是观深受心法不可得 你参考一下 你好好把金刚经读一读 你就知道 而且波尔经里面说 虚陀环若知若断 乃至阿罗汉若知若断 是菩萨无神法人 我们不可以轻视 不可以轻视 我们在学习的不静观 我们今天不学习不静观 那问题多了 但是你如果发自无上菩提心 你修不静观 不静观就是大乘法 主要差别在于发心 乃至于像这个映老讲的 我们是修而不正 学而不正 不去正小圣果而已 所以你如果能够根据 《波尔经》来修 无相的思念处 以无相波尔总观 深受心法不可得 那是更殊胜了 所以我们在面对 这么一个大圣 是不是佛说的问题 一定要什么 不能只学一边 大小圣的经论 都要好好研究一下 然后再重新想一想 如果你都是一知半解 甚至于大圣经论 你都没学习过 只是肤浅的认识 听到这句话 马上就人云亦云 那是不对的 这个毛泽东讲的 你没有研究过 你就没有发言权 所以我感觉 南传的禅师 他们也是老经验 但是回答的也相当好 他只说 我们南传的经论里头 只教导我们成为阿罗汉 北传的经论 我们也研究过 这样回答是非常好 但是就是有一些 半调子的人就会说 大圣被佛说 还多数是我们 我们中国人 很奇怪 因为你如果是 破坏大圣佛法 你读摩护波尔波罗密经 你如果棒到 波尔波罗密 那个果报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 无间地狱 还要到他方的 无间地狱 去受苦 你因为什么 你会让很多人对大圣佛法 生不起信心 或者已经胜信心的人 动摇 而没有办法去栽培 这样的无上菩提的这种善根 这过失非常大 这下面有举阿罕经 都有说明佛跟阿罗汉的差别 我们在读佛的十号里面 就是刚刚念的 那么他有的确有一个阿罗汉多 佛呢 那个阿罗汉是约什么 硬供跟杀贼来说的 在这方面是跟阿罗汉等同的 但佛有实力 佛有十八不共法 是不是 实力是无所谓 还有很多很多 阿罗汉是不能成就的 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读过 阿加曼尊者传 他曾经多次见到 已经入灭了阿罗汉来教导他 甚至于呢 他正阿罗汉之业呢 佛 我们有这个道士经论里面有提过 你到出地的时候呢 诸佛授手 就是你得圣道的时候 佛会来 那么 这要 如果要依南传的经典 这怎么解释呢 都是阿罗汉 回神明治啦 入无于涅槃啦 那怎么会来呢 那是他们真的回神明治呢 还是像法华经讲的 到了涅槃化成呢 是不是 我相信阿加曼尊者 以他的那个传记看起来 他不会大妄语了 而且这种是大妄语了 不过呢 这就跟南传佛教的说法 就有些矛盾了 那这一次呢 我说我在这个 心得报告的时候 有些激动 那我谈的 并没有谈那么深的教力 就是向念的话 如果只有小圣的经典 没有教门发无上菩提心 发成佛的心 那有谁能成佛呢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有 能够教人成佛的大圣经 在这样漫漫长夜 谁在解出众生呢 只有这个立志成佛的大圣菩萨 那当然未来就是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他道了一生补处 才有能力出现在世间成佛说法 如果没有大圣 就不会有佛嘛 如果没有佛 哪来的声闻证呢 声闻是什么 证把证上他因 他是听佛说法的 如果没有大圣声闻 那你是闻的什么声呢 所以必须在大圣的基础上 才会有小圣 而我们现在是倒过来说 说小圣是根本的 大圣是慢慢衍生出来的 哪有父亲是儿子生出来的 当然我没有讲这么多 我只想说没有大圣佛法 没有人成佛 我们跟谁学习 是不是 就连你读玉学师的论 就连这辟之佛 他也还是跟佛学习过的 只是他比较有些高慢性 玉学师的论就这样说 他要在无佛的时候来如你 只是这样子而已 是不是 那社大成论就是说我们从哪里有这个无漏种子呢 从最清静法界等流之正闻寻习 最清静法界就指的是佛 他以慈悲心把他所悟到的 开始误入佛之之见等流宣说 我们需要这样正闻寻习 我们才有出世的种子 是不是呢 好 而在初期佛教 因为那个时代 声闻是佛弟子的总称 而不分大小称 不过我们那边看了 起初也是有菩萨的 释迦菩萨 弥勒菩萨 这是南北传共许的 而从本身来看 释迦菩萨在印第里头 可没有成为阿罗汉了 只有在法华经讲说 他久远已经成佛 他是现菩萨生行菩萨道的 而当来下山的弥勒菩萨 他曾经是释迦菩的老师 久远以来不识众生肉 这个发的是无上菩萨经 现在虽然尚未成佛 但也是大家供许的未来佛 所以我这边当然引的就是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就可以读弥勒菩萨所讲的什么 在这个大臣庄严经论 实在亏菩萨大师说 应该说是庄严大乘经论的陈宗品 这一品的内容就是在对于 大乘非所说的非难提出答辩 那么成为师论 其实也是根据这一段文 来证明大乘经是真实佛说 其实佛教的圣典 应该不会有真伪的问题 主要是了义与不了义 方便与真实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警惕自己 就是要什么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要能够什么 正直是方便 虽然方便有多门 归原无二路 佛菩萨就像我们 对于我们的子女一样 如果她的程度 她的智商 她的年龄是这样子 我们只能给她能够接受的方法 所以其实佛出事的时候 像讲这个善生经 这个人他根气还不到 那也是希望他离苦 所以只说世间的端正法 并没有向他说处离 乃至于大乘的佛法 那么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你如果不修学识念著 不能人无我 法无我 你是不可能得胜到的 没有我们或者说 无常无我涅槃的三法印 或者是说般若的一石像印 这都是以缘起所开演的 这些是千万要知道 不要我们在初发心的时候 充满了希望与理想 结果都是在唱高调 没有根本的寻辞 不能够调副烦恼 就跟我当年一样 那你就小心成为拜华菩萨 拜华菩萨是在大制度论里面谈的 不过还是赞叹拜华菩萨 因为他发了无上福提心 那你就更不可能谈涅槃泄脱了 再多的史实再多的辩论 都没有办法停这样一个正义 我讲了因为这些都不是正量上 我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能够依欲学士理论 修学指导得圣道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 所以这边当然还是有一些根据的 我们一定要得法眼镜 就是一定要得至少出地或出国 你才能对佛法身界有坚定 尤其对法坚定明确的看法 而不会有真上慢 你看说法华经的时候 说宝基经的时候 都有真上慢比求退席 经上说 事不坏心的圣者 执欲大圣佛法是会生性而不毁谤的 我这边有引 这个摩河波尔波罗密经的佛母品 那这边也不念了 这种具足正见的人 或者是正入正系的一生 就是圣人 出国 二国 三国 乃至于四国的陋经阿罗汉 所以你看这个《波尔经》里头 为什么以须佛第一为当机众呢 结空第一 无真三昧 舍利弗 智慧第一 都有他一定的道理 当然其他的阿罗汉 也并不见得会棒 只是以他们为当机众 所以从这边看起来 会棒大圣的多数就是什么 繁复 未入圣位的繁复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根本圣的这个止观思念柱 或者马哈西的这个 禅师的这个禅观方法 他叫做内观也好 翻译有很多的不同 我们固然赞叹随喜 但是我们不必望着陪伯 更不能因此回大向小 望世的菩提信号 我们实在还是站在元气法上来看 一切都是因缘果报 我们过去生没有栽培 没有为众生为佛教付出过 所以你今生碰不到三知识 你能怪谁呢 如果你就是这样子呢 对这样果报不满意 我们实在应该什么 去栽培它嘛 为佛教为众生之应老的话 实在在《玉学实力论》 这个菩提心品里面 他有讲的 就是这个不能众生苦 不能圣教衰 你依这样的原因来发菩提心 是稳固的 是稳固的 所以呢 我们呢 不要就是怨天尤人了 事实上呢 我们就拿感激叹这件事情来说 如果当初在极乐殡仪馆 没有这些大陆来的老法师感激叹 今天会有今天这样的佛教吗 你去思维一下 你去思维一下 不然原来的佛教是什么 龙华派或者日本那一套 去想一想 所以不要忘本 人不要忘本 那同样的呢 我们既然受过菩萨戒 发过无上菩提心 事实上我们 我们的三规一里面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 那个四红四月呢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上求下化呀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呢 应该好好的 为现代的汉传佛教 及众生去付出努力呀 好 那么我下面呢 认为呢 的确应该要修学四年柱 有了正量 以后你才站得住脚 说大臣真实是否说 也能建立呢 其他人的信心 好 下面是重点 我们可能会延长一点点 好 我怎么样子来做 这件融合的事情呢 答案还是在深入学习 欲学四地论 有修有学啊 然后呢 四观四年柱 欲学四地论中呢 在所有当我学得少啊 这些论里面呢 我认为它是最圆满的 这个十七地呢 从凡夫 武士生相应地 异地 这一路 有群有士啊 三摩西多啊 一路说到什么 共三圣的文师修三地 然后呢 僧文地 元觉地 辟子佛地 菩萨师地 全部涵盖了 而且你有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在说六度波罗蜜的时候呢 并没有太强调 这修子观的部分 因为在僧文地 里头已经很详细的说明了 所以呢 这部论呢 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那你就知道 我现在自己是处于 整个这个菩提道上 哪一个位置 是不是 而弥勒菩萨大吃大悲 尤其在僧文地啊 修所成地只是概略说 僧文地里面呢 从从这个种姓地 取入地 出离地 然后下面就讲这二道之良 然后到后面完全是在讲修子观的事情 僧文地里头 那么 你如果能够啊 明白了 大小圣南北传所有的进行果 你呢 就不会再说出那些自占回他 或者人云亦云的话 而我们要想要修学试念注 修习子观 当然我们呢 有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 他也有讲这些子观 像这个赤地残门啊 小子观这些呢 但是呢 欲学试地论讲的是更细致 弥勒菩萨大吃大悲啊 在这部论中呢 详细的说明 你怎么样的转弹成圣 每一个过程上 像我们就拿这个修所成帝 因为我比较熟悉 三位识法 记不记得 修习对志那里 三个位识 再加位你会有什么样的烦恼 你该修什么样的对志 是不是 出家出家有什么事情 有四个法 然后呢 出了家又开始修瑜伽的时候 又有四件事情要领治 其实这些在阿含经里面都看得到 只是没有这样子 像欲学词地论这样子 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 像我们要什么 要什么 能熟 先是文正法圆满 对不对 然后能熟 卸脱会之成熟 然后下面是什么 第二个是涅槃为上手 有四法转吧 下面就是能熟 卸脱会之成熟 就是讲子观 什么能让你卸脱了智慧成熟 就是子观 当然修所成帝呢 等于是僧文帝这个略本 你都可以对照僧文帝来看 乃至于后面修果这边所讲的 修果这边讲什么 就是讲世间一切种清净 那就是需要你得三摩地 有禅定 三摩地圆满 三摩地自在 这是约佛教徒来说的 就是由禅定这边 到一定程度再修观 那出世间一切种清净呢 修了也是七种作意 那就比较偏向于观 所以是很圆满地 把修行直观的事情说得非常方便 非常就近 而且所有会遇到的困境 障碍 很多障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你需要什么样的资量 以及钱方便呢 那实在 这是一部修行的百科全书 我这次呢 就是晚上讨论法医的时候 有人就问到这样的问题 他说我这个妄想太多 我没有办法观照这个妄想 他请教这个禅师 你知道禅师答案是什么 你还是观照这个妄想 我想菩萨就不会这样回答 当然没错 这个我刚刚有提到 他们很重要一个就是 你有妄想 你要观照标明 然后呢他就会消失 但是对于 如果是菩萨心上的人 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你一些前方便需要去除 你有没有习足原物 你有没有散心杂化这些事情 或者来自于说你的妄想是什么 因为那很可能就是你 你将来要障碍你的事情 你将来修学圣道也好 往生前要来找你麻烦的事情 所以这边呢 也多少可以看出差别 所以大词 词能语乐 你要好好去学习 这个语乐呢 实在是一个真上缘而已 告诉你这条路怎么走而已 我有思维这个问题 为什么玄章大师 玄章大师是为了预学斯蒂顿 才去印度的 回来翻译完了以后呢 有这个顿伦记 葵姬大师也有这个略窜 然后嘛 还有一位倾诉法师的 那个已经是产本了 而葵姬大师原策法师呢 他们呢主要弘扬呢 还是偏向于什么 法相为是 这个玄学斯蒂顿 这一千多年来呢 不但没有人弘扬 也没有人一致修行啊 一直到杨仁山老居士 把这个大政杖请回来 有这个自那内佛院的 这个欧阳靖吴居士呢 还有做一些序 然后这个韩清靖老居士呢 又做这个科剧批行记 这个科判啊 这些筑解 其他呢都没听说过 在宋藏仪征呢 里头有看到 预学斯蒂顿 也是产本 所以九元以来 就没有人弘扬 没有人依照来修行 一直到我师父 所以呢 其实我说这里面包袱很多 因缘很深 师父可以说是一个开创者 至少在近代是开创者 这一路走来的确非常辛苦 我算是最早跟他出家 走来非常的辛苦 毕露蓝旅啊 披荆斩棘 为了办佛学院呢 难道那是大菩萨事 要办佛学院 真是大菩萨的事情 我认为呢 因为前一阵子 才是他的四周年 我也是有感而发 当然我们都有办一些 追尸的法会 我认为除了追尸 他老人家的法鲁恩神之外 我们不该只是 在他的辟音下 自求自了 因为这一条路 的确 开创完之后呢 还不是一条抗撞大道 就像马哈西尊者 他前面也有一些尘世的 我认为呢 在缅甸能呢 我们也能 所以我自己呢 认为我应该努力的呢 因为我后面有讲 我出家晚了 我出家晚了 而且呢 过去呢 没有得到佛法的认识 只是在这个荣华富贵里面 去追寻的 所以呢 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上杯 但我认为呢 我可以去成就别人 所以未来一年呢 想要尽努力的 把这两部分 就是南传 实际传修的经验 他的一些方法 跟欲协实理论 做一个结合 至少呢 能有这样的一个 传修手册出来 好 那么 当然呢 我对于马哈西禅师 是非常的尊重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 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缺乏了 只是这些实修的经验 经论里面 都是现成有的 好 乃至于天台直观呢 也希望有人好好学习 好好弘扬 那么 后继子还有很多 未完成的事情 所以希望 在座的各位 尤其年轻的 不过年轻的少 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心 一起为佛教 为众生 来努力 所以我对于 一些实力论所着重的呢 并不是那些 法相很多 或者专谈为师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真实异品 是不容易理解的 不过菩萨地里头 有许多我们值得深入学习的 谈菩萨的六度方便大悲 还有这个前面谈到菩提心品这些 不过我主力还是放在修所成地 身份地中的 自观实修的部分 尤其呢 我记得我讲这个 三十七道品的时候 我们现在如果有心去对照 这个大念族经看一看呢 就知道谈的是 遇学实力论里面讲这个三十七道品 就知道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只是有些地方呢 它放在这个二道之粮里面 有些地方呢 放在尽形所缘里面 其实都是讲一回事 好 这个摄意门分呢 卷八十三那边明白指出 摄牧托子皮活手诺官呢 是我们的摄授处 而且是以身念柱为入授处 我们当然大乘讲的高 直接从法念柱 从一切法空这边下手 在这一段文怎么讲呢 言犯恨者 什么是犯恨 清净恨就是八之圣道 八圣之道 急于远离非正犯恨 习淫欲法等 那么于犯恨指的是什么 就是三七道品 其实三七道品呢 跟八正道其实是同一回事 比由三处之所射手 一个是摄牧他 一个是皮活神罗 由修身念柱 还是从身念柱下手 所以为什么马哈西他要强调呢 是观设法中最显著的这个风大 也就是身念柱 身就是地水火风 风大是最明显的 包括说观坐姿 起进落 这些都是以风大为主的 那么由身念柱去下手 后面并不是说次第次第修 就一定要身念柱修完修 受念柱 受念柱修完修新念柱 是可以变化的 但是对于初学者 身念柱是比较显入 容易关照到的 他这个内观的观呢 原来字面上的意思呢 就是很清楚地看 以种种的方式观察 我们是周边视察这些 不过呢 在圣典中有更深层的宗教实践意涵 他认为观呢 就是要观什么 要观缘起 要观无常 谁观苦或谁观无我 那么在法护啊 这个清静道论 清静道论大书超里面就说呢 要观察诸法的 无常等种种形象固有观 那么我们溢于缘起的道理呢 同样是缘起 那约世间的缘起象来说呢 那当然就是无常跟无我 或者苦 乃至于不尽 那约初世的涅槃来讲呢 就是这不生不灭的所谓的缘起性 一个缘起性 一个缘起象 也就是所谓的三法应 而我们大圣必尽空的一实相应呢 也是异于缘起 因为一切法是缘起 因为一切法是缘起 所以自信空 跟无我意尽空的一实相应呢 那么我们能够以马哈西这样的禅法呢 就能够得所谓的十六节制 那么可能只是在这个 所观的这个缘起意义上的不同呢 我相信同样的 你也可以观察到一切法的生命像 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 无我就是我不可得 也就是毕竟空的 我相信一样办得到的 所以从观这个角度来看 是没有矛盾的 不过龙树乌萨说呢 当然有些大乘的经论说是 小乘的字正到人无我 而没正到法无我 像《为师的经论》 或者这个《为莫节所说经》 都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在中观的理论来讲 是都正到空 能正人无我 就能正到法无我 可是龙树乌萨说 他们正到的是什么 毛孔空 而大乘正到的 因为片元一切法 所以正到的是太虚空 差别在这里 那个我们要可能延长一点点 不好意思 那下面呢 我认为我还是初学者 那我试着尽量先放下 我汉传大圣这样的一个成见呢 还有立场呢 参加了这几次禅修 当然是非常的不足 因为我心里头想到的还是 我们汉传佛教未来要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可以截取难传实修的经验 对照欲学实地论的二道之良予以汇通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因为我经论读的不多 但我认为欲学实地论已经够我终身学习了 所以我采取下面一个融合 那简单来说 二道之良跟那个涅槃法源里面的列源是一样 所谓的圣源就是什么 你身在佛世 他已经具备是圆满法 圆满这些事情了 他也有善法欲 就是过去生有灾予的人 他一听佛说法叫做什么 圣源就是正法真上他一 佛说就是正法 而且是非常有力量 真上有力量的 应劳的说法是 他能直接贯穿你的心一样 如果直接听佛说法是这样子 所以求生净土很好 那么主要的是什么 内如履作义 你要能够内如履作义 这是得涅槃的圣源 而列源下面这些 你看我刚刚讲的 自圆满他圆满善法欲还要正出家 然后你要具备戒力于律于 然后更律于还要于是之量 好勤求勿于决正之而住 还要乐远离 乐远离就跟那个无障那边差不多 还要清净朱盖 也是无障那边 然后还要得定一生魔力 同样的文在这个升文帝里头 就是二道之量 这个希望大家把这一段 只有二十个 只有二十八个字 自他圆满 自圆满他圆满 善法欲 借与根律于 于时之量 觉悟于且 正之而住 善有性 闻 思 无障 舍 庄严 这十四个法 不管你是世间离遇 或者初世间离遇 都需要这样的质量 所以叫做二道质量 这个应该是从 卷二十一后边讲到 卷二十五 那我怎么会通的呢 实在 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环境 你在家 实在是很难 所谓的出家 像这个 班迪达达是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叫做比丘 是你真实肯修行 子观的人 才能称之为比丘 我师父也说 出了家 如果不能静坐修子观 你白出家了 所以他那次讲 在座 虽然南传里头 没有比丘 虽然你只是一个在家居士 但是你在禅修中心 能够这样精进地修四年柱 你就是比丘 班迪达达是这样鼓励的 那么这个自圆满 我认为 很多是跟我们过去生的业力有关 你是不是德仁生生中国 有这个世众弟子在这边弘扬佛法 你是不是六根巨竹 这个异根还要特别利益一点 然后你是不是没有性结账 你是不是没有业障 这个几乎已经已成定局 可是在他圆满 则有赖于如理如法的道场 或者是残求中心的 因为一般很难搬得到 你是不是有这些同行的善知识 教授的善知识 里面修学了真正是调伏烦恼的 除了圣意就是世俗政法施舍圆满 还要圣意政法随转圆满 而且还要什么 我或者叫他所哀名 或者叫随顺资粮圆满 就是你在那不必干活 你不必到office上班 你在那边有人就把菜端过来 不过菜不要太好 这次就感觉回到台湾来 那个吃得容易昏沉的 好 一些塑料什么的 这是当然人家也是好心 好 那么这一些呢 真的只有在一个如理如法 所谓如理如法 也包括硬体建设 这个有里面有树 有精心步道的考量 然后那个禅堂比较高一点 通风明亮 乃至于你睡的 就不会像旁边有人打呼这种事情 还有厕所等等 因为同学的报告里面 都有写这件事 我认为很难找到这样的环境 所以你自己的自律 调解自己是尽量嘛 因为本来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人多得很 那你只好板球足迹 好 那么像这些呢 真的只有在禅修中心里面 好 才办得到 好 像我这一次呢 就有一点不幸 就是要爬六层楼 我的脚是不太好的 那上楼还可以 下楼去吃那两顿饭呢 这个腿就受不了了 而且又比较湿 所以后来索性早餐也不要吃了 好 不吃不吃也不行 不吃气虚容易昏沉 好 所以下面有讲于事之量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道场的设计 那真的要有实修的人来规划好一点 而不是很热闹很热闹 我们在那边呢 我在美国呢 只有一尊佛像 只有一尊佛像 而我们这一次在这边呢 很多同学就精心说 就看看那浮雕啊 好 看看什么什么的 到处就是都让你失念的地方 越单纯越好 越单纯越好 好 戒律呢 善法御呢 那就是得胜道的意愿 那要看你在佛法中 有多少栽培 你要是认为世间好 世间有乐可得 那就不会乐断乐修 就不会有这个涅槃的愿 好 这些是要看你 过去生的栽培 还有今生呢 你听闻佛法以后的努力 好 我这次在演讲 在美国演讲讲这个性字 信心 相信佛法的性 我觉得当我用三个字 一个是believe或者faith 相信或者信心 可是最重要的叫做confidence 我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玉学世界里面来的 于道 道果 依于文所成会 于道 道果 涅槃 起三种性结 信实有信 是不是 信有功德 下面一句话很重要 信即有能得乐方便 所以你单单是语言文字上的信 靠不住 你要经过实修 对于法有所体会以后 你产生那种自信心 就是我真实走在这个唯一的道路上 我必定能够成就 如果你能产生这样的信心 你这一生都值 真的是值得 但是这些你不透过实修 困难 困难 所以当人家说什么什么的时候 你就老是随人家舌头转了 一下这个好 一下那个好 我们初学的人 一下听说这边有位大师 一下听说那边怎么样 就跟着跑 结果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而没有去试着好好去调伏自己的心 为用而学 学以自用 修学指观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戒律于就是要什么 受持八观在戒 那的确这点我们要向南传学习 他每一天受持八观在戒 因为在禅修期间有很多的在家人 为了净化他们的身心 他要气扯这些世俗的预乐和作为 所以借着八观在戒 借着这个禅修规约 来保持我们身心的清静 我们讲的这个失落不清静 是吧 三昧不见钱 这是达到内观镇定及智慧的首要步骤 所以在家要受八观在戒 出家人比照出家戒 而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禅修中心 这样一个保护下 你才比较容易吃洁清静 你去思维我这句话 我们初开始的人心力不足 是需要环境保护的 根律于简单来说就是防守正念 常伪正念 怎么样防守我的正念 怎么样无坚英众地增长我的正念 那么主要是什么 不取其相不取谁好 这件事情从十二音源这边来说 就是我们处 我们是凡夫必定生寿 但是希望你在寿那边就是舍寿 就是不要一取他的相 取他的谁好呢 那下面就是什么 顺到你的就起谈爱 逆到你的就起嗔恨 所以寿下面是爱 那么修行的关键呢 是从这边来享受 靠这个根律于 也就是所谓的行平等位 或者是善舍或者无忌舍 有比于此呢 如果你不能这样子去做的话 你要这样做才能正行善舍无忌舍中 好 这是行平等位 这边就讲到马哈西禅修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去关照当下最显著的陷阱法 然后只是标明 比如说我们在那边有讲 你听到什么声音 你就说听到就好了 你知道你打妄想 就说是妄想就好了 就标明一个很单纯的名 我们打这个比方好了 我过去开跑车 所以我在路边看到一部跑车 如果是蓝毛基尼 我就会想 这部车是几缸的 哪个年份的 它瞬间加速多少 你一旦有这样一个名言分别 就没完没了 那女生对于什么名牌的皮包也是一样 好 可是我去看一个皮包 我想那就是一个皮包 你一标明 而不下面什么 千万不要去分析评估 因为我们有欲 所以就是这对我有利益 这对我有害是不是 还有我们现在 知识或者资讯爆炸 小孩子看到一个树 也知道这是什么树 什么叶子 又是什么什么什么 学那些干什么 孩子都能考古 读那个什么 National Geography 国家地理杂志都不得了 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啊 好 我们现在教育只鼓励竞争 没有告诉你什么是品德 什么是因果 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好 所以尽量不要知道这么多 好 的确有点类似索质账 所以你不去这样下一步的分析评估 你只标明 这里面跟为师的关系很重要 因为一心不能耳用 你去标这个明的时候 你那个妄想啊或者听到啊 如果心力强就断掉了 腿痛你试试看 的确可以这样断得着 好 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事 如果你在玩耍 你在打麻将的时候 那个腿传腿痛都不知道 好 这个跟无间灭意 是有一点关系的 那么所以不管是你的六根 我们说念佛要都射六根 你究竟怎么能射法 如果你一开始的人 你没有这个定你怎么去射他 就是当然我们是想把心安住在佛号上 但是你心没有力量就是不能安住啊 我认为马哈西这个方法 你在念佛法门上也可以用到 你就是什么 看就是标看 听就是标听 越单纯越好 闻 常 触 想 不管这些明色的现象 这身心的现象是好是坏 你不去做分别 你也不去期待或者控制 你只是如实的标明 处之泰然 单纯的关照或标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但是不容易做得到 不容易做得到 而不你不要去被牵扯进去 不要参与进去 我们多数如果说有些时候一打妄想 一支箱都没了 就是你会继续的联想或者价值判断 我们应该把什么 要舍受也就是不苦不乐受 这时候把它弹掉 我们凡夫必定是受一切法的 如果你在时候只是标明而不起分别 那就不会有爱症 那就能将爱取有都停下来 这是一个很大 在禅求中很大的一个 就是马哈西禅求很大的一个关键 用功的地方 所以不只是行禅坐禅的时候 你日常生活中你多多练习 我记得我在讲《大念诸经》的时候 先从行柱坐卧这四位移 是经常出现的嘛 然后到了你一天中最容易出现什么 吃饭的时候 你从床上起来的时候 这些你都去观照观照试试看 接下来食之量 你在禅求中心都是有外户准备 最好是清淡不令行者和其贪心为宜 有时候过于丰盛的时候 你自己也要能够自律于食之量 因为食过饱你会气满营生 尤其是观腹部的起伏 你怎么个观法呢 你容易昏沉 吃得不够也不行 所以你也不必去什么 到禅求中心来就是修行 不要刻意去减食 过激容易气去昏沉 吃的时候 我说这个班迪达禅是严格 我们在拿菜的时候都有煎香盯着你看 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人性的考验 都是用自助试盯着你看 我记得我讲我自己一个笑话 因为我觉得我右手惯性 就是不假思索就会做什么事 所以我就用左手 我用左手拿 看到他伸伸伸 然后慢慢放到嘴巴藏 结果我被呵斥了 因为很多人跟他学一样 然后小三的时候他就说 你是惯用左手吗 我说不是啊 我说我用右手 他说那你就用右手拿 因为要训练是你的心 所以不去创造什么 你日常是什么就是什么 他主要训练你就是观照 你不要作怪 我们这次还看到有人倒着走 精心倒着走的都有 是不是那样比较容易观照 我不知道 还有故意走一条很小的径 好像不观照就要摔下去 那也有人嫌别人吵 就跑到阳台上去精心 没有人的地方去精心 或者我同学报告里面说 那个地方太阳很大 没人要到那精心 我去那精心 你都是自作聪明 当然了 最好是有一个比较如理如法的地方 但是你不要去创造什么 你创造什么就是腾心 你想把那个令你不愉快的去掉 就是成心 我讲过禅修的时候 当然我也做不到 好 只是我们现在是这个局外论人 讲起来容易一点 就是一切水顺 一切水顺 怎么样调自己的心 因为他们讲的 你从禅修中心回到你日常生活 那个禅修才开始 那时候谁为你安排 你临终的时候是死在大马路上 死在家户运房里面 谁知道 你那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 这些大家都是参考 于时之量 觉悟于前 我也深有感触 主要是你看 宇宙日分精行验作 从顺障法经修其心 初夜分 等类等类 下面你看 正知之念 思维其想 巧遍而窝 乃至于睡眠的时候都要正知正念 的确马哈西这边也谈到你睡眠的时候 也还是关于腹部的起落 有睡觉的念头也要能够长 也要能够绝长 那这边如果在缅甸那边的话 的确只睡中夜 我听说就是十一点钟睡三点起来 而且不像我们这边这么优待 起来还有半小时给你打理 那个算在精行时间里 就是精行一小时 静坐一小时这样交替的 这跟我们当然除了你这个用摘时间 它也是给一小时 因为你真正要那样子 正知而助的用摘的话 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包括你到嘴巴里面 你嘴巴触到什么感觉 你嚼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怎么样吞下去 而且同一时间不能做两件事 我们多数人嘴巴还在吃 就想到怎么拿 嘴巴在吃筷子也在拿 那个就会被喝吃了 你没有mindfulness 就是你没有去政治 没有去观照 那么这样的一个残求方法 多数南传都是这样子 精行一支箱 静坐一支箱 是符合玉切斯蒂论所说的学无玉切 而且它只睡中叶 我们汉传传统的残求方式是什么 静坐箱很长 精行一点点 而且采取的是快步精行 你很难绝招 你很难去绝招 而且这个中间休息时间这么短 你急得要上厕所喝喝水 心就闪掉了 更有人还要闪心杂话 那么道家讲说动静相生 的确这边它有调试 我们做久的那种 生理的气血不流通的作用 在诚实论里面也有讲 你虽然腿没有痛 但你不精行的话 你下一次这样就做不好 我这都病在禅求心得里面有讲 有一位二十一儿 他是在精行的时候 正阿罗汉的 甚至于南传的经论里面 有谈到阿难尊者 他是在倒下去睡的时候 正直而住 而正直阿罗汉的 乌世权末都在作禅 而我们想想看 如果我们只是在作禅的时候 想要色心 那是不够的 那是不够的 你在精行的时候 维持这样子 后面就是我给的那个 心得报告那边 有讲到行禅要注意的事情 对于你上座的时候 能够能够正直而住 能够这样起关照 能够让你心平静 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千万不要不精行就去静坐 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很少是坐在那的 多数都是忙乱的 你要慢慢练习 正直而住 当然就讲说我们若网若还 什么动作都要正直而住 这跟念著经里面讲的是一样 而我引了《恰米禅师》 就是这本书里面后面有 不过不能全部拿 你要留一两本 我明天要带到大陆去 因为那边的佛学院 其实这正是我心中的一个想法 炮尔禅师也去了 马哈西这边禅师也去了 他们现在跑到尼泊尔去请梵文的老师 有隐忧 这些都还是肯用功的人 那未来是什么 未来他又没有大乘方面的善知识 所以我这次是想把《欲学实力论》 整个所有资料送给他们 那未来很可能来个大乘飞波说的 这些他是发了好心出家的 就像我说那些去披南船家傻的 去勉念禅修很苦的 他都是发了好心的 我们汉船佛教不能射受这些人 是很惭愧 他这边讲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 都必须保持觉醒正念去观察去观照 这的确在《念著经》里面 特别有一章谈到这个部分 所以包括你的行住坐卧 乃至于吃饭睡觉 你去看有些其他的书里面 包括你上厕所 都得正直而住 这就让你时时必须保持你的正知正念 来观察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举种 所以有一个重要关节 我在《禅修新政》里面有讲 就是你必须得放慢 你不放慢你根本关照不到 它里面强调说你要像一个重病的人 没有力气 你起来的时候就得一步一步 这个我经历过 我心脏开刀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重生一样 因为心脏开完刀 这边骨头还没掌权 你要是不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听那个医生的招呼 你就会痛甚至于气胸 那骨头插进去就是气胸 你必须像一个重病的人一样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能关照 其实你如果不做到这一步 他甚至于关照说什么 我准备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作义心所 或者叫intention 我做什么事情一定是什么 诸法义先到 我的意念上先决定要这样做 有一个省律 决定 省律是决定是 决定这样做 你如果抓不住这一点的话 你怎么辞戒 是不是 你多数是 多数是做完以后忏悔了 再不然你就得靠环境的保护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而我们汉传的禅修 对于这一点的确是忽略了 吃饭过堂 过堂中午还要讲个开始 那饭都吃饱 是不是 一边吃饭还一边听开示 那不是一心二用吗 而且过堂时间很短 尤其我们当年受戒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打灾 吃很快 跟当兵的时候吃得一样快 日常生活中更是很难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我们是菩萨要为众生服务 那么在禅修中心 你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跟你都是这样乱动的时候 那你真的是很怪 很难跟现在这样讲求 效率讲求速度的社会 所以还是出家好 再不然就是得到禅修中心 才办得到 这是我很粗浅的 逆于这个玉学实地论来做这样一个结合 实在就是我有这样一个诚心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希望大家能顺着这个角度去思维 下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时间不够 我认为我年纪轻熟努力不够 所以我也到了这个秋收东藏的时候了 不过有感于汉传佛教的衰尾 我未来还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 做一个成仙启后 作为一个桥梁 让后面的人可以借由我们的努力 能够修学圣道 下面提了一大堆 主要的就是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们汉传的几种翻译都不太一样 用的名项也不统一 对于这样一个禅法 所以我也跟温中坤 温老师请教 也有大策法师他们 我们未来希望能努力汇集出来一个 很好的禅修手册 还有懂得这样禅修的人 就会定出一个好的禅修规约 也跟戒律一样 来保护我们这些修行人的心 更重要的是什么 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禅修中心 除了硬体之外 里面的知识人员 奸乡 包括户戚的人也很重要 他不禅修他就会煮这么丰盛 他是很发心 但是你吃了下面香就不好做 甚至于我知道很多食不质量 因为我在那边就看到 那不是一个回合 去了又去了 听说他们最后还半桌 那实在是不需要的是 那么这一些呢 都有待大家一同的努力 因为呢 有好的教材 有好的这些规约 有好的环境 才能培养出好的人才 精师益德 人事不易 人事难求 那很抱歉 可能有同学想要听这些禅修的方面 那我也是准备了 不过时间不够 已经让他们这个工作人员在那边等了很久 最后呢 这样的禅修中心呢 的确是我个人的一些理想 像大背法门对于这个疏压的 他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方法来用 还有呢 我给各位 待会可以传阅一下 这个 我们都知道南传有这个短期出家 这个就是他们的夏令营或的东令营 目前一共它上面写 有687位 八戒女或者小杀女 而我们的夏令营 我们的佛教夏令营是什么 团康活动 人家的夏令营是要受八观摘戒 要短期出家 要修学子观 我们如果再不努力 我们的确就是夕阳公义了 希望大家呢 我讲了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碰到这样殊胜的佛法 因为你前身没有忽视过别人 那听说这位大悦法师呢 正在找寻地方来盖这个禅堂 如果有缘碰到 希望大家能够护持 而且呢 也像那个日常法师那边一样 尽量多成就一些小杀女 南众是可以出家其次 所以可以多 不是小杀女而已 你们都可以 都可以去 好事情啊 好 去尝试一项出家的生活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跟南传学 就短期出家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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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